啊 我们开始设置啊 长按c的键进入1234 这是密码 再长按c的键确认好 lp 跳过 右跳过 这个表示的意思 nd32表示等待时间 也就是预约时间 现在是单位是秒 是吧 我们可以可以忽略它 可以直接可以忽略它 调成零就可以了 调成零 对 跳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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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跳过 跳过了 肥小严肃点 从这里开始 跳过 跳过 这里是设置 乳化机的转动 设置它的时间的单位 现在是秒 我们调一下3表示分 好 我们按确认键 我们来设置 这是百分位的秒单位 现在我们设置一分钟 1.00 确认 循环次数1 0 跳过 按REST REST 返回 开始启动 看这 再看这 你看这 启动了 然后再拍 能不能看到 这现在是启动 你那个应该运状态 嗯 对 它这个 你看 这拍到这个上面 等到一分钟它就停止 然后 然后 这个键是暂停键 时间停止了 变频机不启动了 你看一下 开过来 好 你暂停键 然后它就不启动了 是吧 暂停 时间也停了 变频机也停了 好 我们再开它来 继续启动 它又继续走了 对 对 这个时间在走吗 我怎么感觉它没走啊 时间在这里 这是百分位的 这个你是自己调这个速度的吗 对 这个是调电频的 由面板控制它的转速 然后由这个控制它的齐停 现在拍这里面吗 看到吗 这里面那个叶子怎么没转啊 它是乳化转的 打平了 一分钟到了 停止了 按着 离开这个 按着 然后这个是止步转的 啊 你刚刚那个轴不转 是因为它不是搅拌的是吧 是下面这个转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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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试一下 看他怎么操作了 已经拍错了 再来一次 好 进入密码 确认键 跳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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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把这个设置制成 如果想要3 4 5 这三个单位都表示分钟 对吧 然后6 7 8 表示小时 然后0-12 表示秒 我们现在就设置三 按分钟来计算 按确认键 对 这边我们设置成 我们设置长一点 2分钟 02.00 记录是有个小数点 然后确认 这是循环次数 循环次数按那个箭头就是增加的 对对 增加 比如说我想让他 循环5 4 或者4 4 9 4 随便 0-9999 好 按确认键 返回 开始 看电机启动 电机启动 看到了吗 没转 哦 看到了 看到了 好了 这边在这边飞速的旋转 时间在走 这是百分比的 时间也是一分钟 哎 之前这个在这边动了 现在怎么不动了 是我朝的 这是控制面板 朝它的转速 懂了 不能控制它的启停 只能控制它的转速 这个是控制它的启停 哦 懂了 这个是控制它的暂停 暂停键 这个 这个是暂停键 它暂停了 电明机也停了 然后我在这个开启的时候 它走了 时间开始走了 电明机又开始启动了 对 就这样 你关了 它这个上面就没就没有F了 是吧 你把它关掉 关掉 它这个ring状态就就开始散散 就开始停止了 stop 状态就开始 灯常亮 哦 这个stop 看到了 哦 这个灯常亮了 是吧 你把它开下来 开下 开下 它这个上面这个rong就是 rong rong就开始了 ok 我现在就在等它那个 我等它停止 现在已经一分六十几秒了 一分 不是六十几秒 它这是百分比的 一样也是一分钟 它只是把60秒换换换换成是100的 哦 换成是100的是吧 那就走到100就停止了呗 对对对对 好 停止了 好 然后二十一不输出了 这边有个二十一 如果启动的话 这个二十一是输出的 这边停止了 二十一现在不亮啊 不亮我们看 我们来重新开始 看它启动了 二十一常亮 对吧 那这样关掉就行了吗 对对对 ok 嗯 这个怎么保存呢 问题是